等我搬家前我要來拍一個 Apartment tour 就這麼大看兩地方一眼 就這麼大看兩地方一眼 就看我還得出個屁啊 跟你屁事啊 合約要看清楚 然後 便留你們的資料嗎 那會上保障 所以這要問清楚 就是披押金要押多少 怎麼退還 退還是 簽約 簽約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 一定要把合約看清楚 太多detail可以講嘛 所以真的講不完 合約要看清楚 然後 看清楚你要付多少定金 問清楚 deposit是多少 通常 如果國際學生 或者是你在這邊 你不是美國人 你沒有身份的話 那有些地方 他們會要你付比較多一個月 因為你在這邊是沒有credit 你沒有信用的 你沒有security number 所以他可能會要求你 多付可能兩個月的押金 像我的情況的話 我的leasing office 就要求我付到 三個月的押金 就是因為 你在這邊 並沒有你的任何資料嘛 那 互相保障 所以這要問清楚 就是你的押金要押多少 怎麼退還 退還 是用什麼方式退還 我有聽過一個案例 就是我的印度的朋友 他們呢 就是 一樣 leasing office 要收他們兩三個月的押金 但他們沒有那麼多的現金 因為大家也就是很辛苦嘛 有的是自己賺錢出來 念書的 所以這時候呢 其實你可以適時的講出你的需求 跟你的困難 跟manager溝通 跟leasing office的人溝通 如果幸運的話 他們可能願意協助你 或是是幫你 跟他們的上司 協調的話 可能你就不需要押到這麼多的押金 所以適時的講出自己的需求 願意溝通 也是非常重要的 好 除了找清楚你到底要付多少的押金 接下來呢 你也必須知道 如果你在合約的期限內 提前結束 你需要付多少的賠償金呢 這個要問清楚 再來是 那如果你想轉租 sublist的話 有需要額外的費用嗎 跟是允許的嗎 以我的案例來說 I'm sorry 以我的案例來說 我要sublist 我想轉租 那我當初並沒有搞清楚 我的轉租 是不是要額外的費用的 所以我的leasing office 跟我說我sublist 還要額外付300塊的行政費用 對我來講 我覺得沒有很合理 因為sublist 我要自己找人 那我還要付300塊的行政費用 我不是提前結束合約 我是找人來完成我的合約 對anyway 要看清楚合約 有沒有包含在裡面 我猜我一定有很多東西 漏槳沒有很清楚的 因為真的太多細節了 如果有問題的朋友 可以留言給我 那我最後要講的是 還要注意一個事情 記得帶你的申請文件 通常是護照啊 簽證 然後你的i20 銀行的存款證明 所以要帶好你的證件 申請 那你申請的話 通常還會有一個application fee 所以我們的話是99塊 但是每個社區是不一樣的 請問清楚 要多少錢 帶好你需要的資料 再去簽約 簽約一定要看清楚 才不會有不必要的糾紛 我住在27號apartment 這是我的studio 一進門的話 就是這裡 一個戀琴的區域 我自己用了一個地毯 做一個區隔 我租的是沒有包含家具的 所以呢 家具都要自己買 好 這個區域 通常我會教課 最喜歡我studio的原因 不過有一個缺點 就是沒有通風 我這邊是沒有對外床的 所以要通風的時候 就要開這門 好 再來戀琴的區域 旁邊呢 就是我的床 所以這邊算是一個bedroom吧 就是 臥室 臥室算這一區吧 再來這邊 就是一個衣� 衣櫥 好 studio的話 它就是真的比較簡易式 它是一個 比較大的空間吧 像我說的 沒有任何的隔間 包含衣櫥 它也沒有這種 櫃子的 叫什麼 系統式的 櫥櫃嗎 沒有 它就是一個簡單的 這樣 好 其實 嗯 我有點把它亂用 它上面是要讓你掛一個簾子的 所以你可以就是 蓋起來 你的衣櫥的區域 那其實裡面就是 幫你放 你的衣服 掀開 喔 這是我的骨針 的 清河 好 它其實是這樣子的 嗚 什麼聲音 好 它是這樣 上面可以放東西 這個才是給你掛衣服用的 只是 我就 有點懶 我沒有買簾子 所以我直接用這個外面簾子 最粗的地方 來掛我的衣服 那我其他的衣服就是瘦到櫃子裡面 因為這衣櫥真的是 蠻小的 好 廁所就是廁所 不怎麼樣 我的公寓算是 蠻舊的 所以 廁所不是特別高級 就簡單啦 該有什麼有什麼 我鋪了一個 很可愛吧 我去年聖誕節買的 我喜歡這種毛茸茸的東西 好 我特地擦了鏡子 還不會看起來 很髒 好 這是廁所 Caramone不要再抓了 再來 我有廚師機 因為我這公寓比較潮濕 一開始來的時候 我面對了一些 發霉的問題 我的琴也發霉 我簡直要瘋掉 所以我買了一個 蠻大台的廚師機 對我來說 樂器很重要 所以 買廚師機是值得的啦 再來這是 Caramone跟Piny他們的食物 他現在在旁邊一直給我抓 好 這邊有點亂 因為 我準備要搬家 跟回台灣 所以 我的行李箱在這邊 還有買一些東西 要 給我媽的 Trader juice 好 這邊的區塊 區域 大概是長這樣 好 我有一些簡單的 小家店 我的水果 好 這些櫃子大概就是 我整個studio裡面 你看到可以收納的地方了 說真的 可以收納的地方蠻少的 因為 放衣服的地方真的很小 所以有些衣服 我必須要放在這邊 然後 零食櫃啊 什麼的 調味料啊 所以 真的收納的空間很少 OK 然後這邊大概是我的書 跟還有一些衣物 好 廚房的區域 就大概是這樣 所以我有利用 一些空間 例如 烤箱我沒有在用的時候 我會用來收一些我的 儲具 有點亂 我剛剛做完鬆餅 Ignore 好然後 洗碗機我從來不用 所以也是用來收我的碗盤 一定會有一個 這叫什麼 烘乾機 洗衣機 最基本的 冰箱 大概廚房的區域 區域就是長這樣子 長桌我試用的蠻習慣 因為覺得空間很大 可以放很多東西 我覺得讀書會在這邊 旁邊這個是冷氣的排氣孔 我把它讀住 因為一開始我搬來的時候 隔壁頂就會臭大麻 超級臭的 所以我就 用我這個 去那個shooting 的紙給它隔住 但是有一個洞 我後來發現是沒什麼用的 旁邊是兔子在抓 現在我都沒有看到我頭髮這麼亂 然後剛剛還講這麼多話 好 帶大家去看看 還有 我的社區的公社 跟外面長怎麼樣 走吧 好 我們的社區大概長這樣 對面一整排也都是 總共有兩層樓 總共有兩層樓 分一樓跟二樓 Leasing office在這邊 天哪有點下雨欸搞什麼 好這是我的27號apartment 我種了一些東西在外面 你看 還有我可愛的小地墊 我的鄰居 我的鄰居 好 這就是我說的dog party 他們就是專門這工人就是給狗狗玩的 好 再來我們有一個泳池 我從來沒有用過 就覺得很尷尬 而且水 感覺不是那麼乾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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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